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心意 是 可是今天这个人物呢 他就在吃老调虫谈了 是伊斯兰党的青年团团长凯里尔 他就警告说 穆斯林是禁止在明天就是圣诞节12月25号 庆祝这个节日的 否则就是违反了伊斯兰党的 伊斯兰的教义 更不应该在Facebook张贴这些圣诞节的贺语 因为这等同于承认基督教 不过他说呢 如果你的邻居是基督徒的话 那么你就祝贺他的话 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尊重来的 好吧 凯里尔 你所指的庆祝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请你说清楚 讲明白 不要含糊其词的 简单笼统地带过 不能够庆祝 所谓庆祝是指什么 是去教堂吗 还是去教徒的家 还是去迎接报家音 还是在圣诞节前夕吃一顿圣诞餐 那么老兄 你没有说清楚的话呢 那么其实你背后的这个意义呢 是要告诉我们说 你其实尝试在掌握 对穆斯林的这个话语权 就不会对他的这个话语权呢 其实他是要掌控这个穆斯林社会里面 针对谁才有这个合理性的这个基础 来发表他的这个谈话 不过呢 如果我们了解凯里尔的背景的话呢 就不会对他的言论感到太过吃惊了 因为呢 他是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的这个儿子 同时呢 也是登加楼的其中一名州议员 哈迪的 哈迪父子应该这么说 就是哈迪跟他的儿子呢 都是保守派的这个领袖 所以儿子发表这番谈话呢 其实不需要太过感到惊讶 不过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是 凯里尔说呢 穆斯林不能够在Facebook 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呢 张贴这个圣诞节的祝福语 因为他等同于有崇拜偶像的元素 等同于崇尚多神论 穆斯林呢 如果能够随心所欲公开祝贺的话 就等同于是承认基督教了 他宣称基督徒呢 是利用这些元素来庆祝圣诞节 他们宣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这和穆斯林的信仰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说 几年前呢 马来西亚的社会确实出现不少的 这一些相对比较保守的穆斯林 或者是宗教师 他们就说 甚至连穆斯林祝贺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使用圣诞节快乐 这个词都不能 因为这是违反了伊斯兰教育 会侵蚀宗教信仰 同时呢 也会破坏伊斯兰的这个圣洁 那么我们必须坦白讲 这里必须坦白讲说 我本身不是穆斯林 也不是基督教徒 对这个对两个宗教的了解是有限的 不过有一点必须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是活在多元种族宗教 以及文化的这个国度里面 我们不是活在单元的社会里面 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固步自封 凡是都从保守的角度来看的话 而且又不愿意聆听身边不同的声音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呢 就是自卑心作祟 那么因为缺乏信心 所以把自己武装起来 搞到自己好像很大 然后去吓唬别人 也不愿意与别人对话 那么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自我为中心 就是凡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不太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 一旦面对不同的声音 或者是不同的观点的时候 就马上退缩到自己的城墙内 在舒适的圈里面 跟外界喊话 可是凯利尔他到底是怎么样 凯利尔怎么样做这个化界线的呢 他说其头宗教的重大节日 只有不涉及信仰 只是涉及文化的呢 穆斯林才能够欢敬 比如说农历新年是一种文化 没有涉及到宗教 穆斯林是可以庆祝的 不过图妖节就涉及到宗教 穆斯林就禁止庆祝 那么或许他还不知道 什么叫做普天同庆的概念 也不懂了什么叫做全民同乐 所以才对圣诞节有这么多的 这个敏感的地方 那么还好大部分的国内穆斯林呢 都跟他的想法都不同 不像凯利尔这样 否则搞不好的话呢 我们就会像邻国 问来一样 要跟圣诞节说拜拜了 是因为问来呢 是从2014年开始呢 是宣布禁止庆祝任何的圣诞节活动的 如今呢 国内是完全看不到任何圣诞节的踪影 问来表示 圣诞节不符合伊斯兰教义 一旦开放恐怕呢 就会造成教徒迷失方向了 所以呢 在当地呢 是有严格的禁令 引起社交媒体反弹 所以呢 有一些网民呢 是鼓励公众呢 包括在海外的公民 要在互联网贴书他们的 这些庆祝圣诞节的照片 来表示抗议的 那么我们必须回归到 马来西亚建国的基础 我们的这个立国的宣言 就是联邦宪法 那么我们的是 联邦宪法是保障了宗教自由 信仰自由的这一个国家里面 只要不像穆斯林传教的话 那么基本上各个不同的宗教 都能够在这一片土地上 找到他的这一个空间 那么圣诞节同时呢 也是全国的公共假期之一 同时呢 也是政府每年制定的 全国门户开放的 其中一个日子 所以圣诞节呢 不应该成为保守宗教 拿来大作文章的一个节省 那么其实我们应该要 回归到马来西亚多元的 这个特色